中天被干掉合理不合理 我只是矯正 矯正这个不合理 难道不能矯正吗 那他为什么不先去骂骂民进党政府 赵绍康前天发下 豪宇说选上总统就要把52台还给中天 没想到就被绿云侧翼攻击 被呛是违法滥权 但赵绍康可不这么认为 恩思英两个委员 当时总统府的密件流出来 就是我们找的委员就是 将来会把中天干掉 你记得吗 当时内容大概是这样 整个都按照剧本在演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在怕 也根本不在乎你 怒呛下架中天 剧本就跟当初总统府流出的密件一样 密件里还点名部分NCC委员 愿意配合处理中天 赵绍康怒轰 怎么不去骂违法滥权的人 你那是已经存在的事实 你不去骂已经存在的事实 你去骂假定的假定 你这是哪门子逻辑 这些人根本就是选择性的正义 选择性的双标 从这边就看出来 像招妖精一样就看出来了 妖魔鬼怪 你如果是神通通现神出来了 痛批民进党就是搞双标 连护航萊猪有功的陈吉仲 都传出要劫护隔魁 这让赵绍康相当不能接受 一个学者说绝对萊猪不能进来 现在搞得每天就会萊猪 一个人的原则都没有 有什么好 当行政部院长那简直是 我觉得这团队怎么代理 民进党强关中天 还不准别人批评赵绍康敢怒敢言 就是不让绿云侧意 颠倒是非 记者林新线 许郭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请按锡唇